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奥运会的话题 今天的话题是 美国抵制冬奥 剑子舞鸡 在讲这个主题之前 还是先讲讲我们两只鸟 就停到这里 看能不能拍得到 就快点拍拍试试看 大家看到没有 大家应该看到了 其实这三只鸟啊 有一只是和平鸽 两只是普通的鸽子 这是后来 本次老师看了以后告诉我的 就是最开始是一只和平鸽 到这里 待了一阵子 然后走掉了 然后就来了一只普通的鸽子 第二天又引来一只 我就觉得 这比较麻烦了 其实以前 这些鸟都是不来的 因为我们这里有猫 我这个女儿 她喜欢小动物 就有一些 也不是浩美食 也不是流浪猫 而是 而是我们附近的这些人养的猫 但是她们白天都喜欢到这里来玩 因为我这个女儿会陪她们玩 会给她们东西吃 所以白天这里都有猫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浩子 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 到这里来 但是 这个猫啊 不大有好处心 我好不容易把我这个车库 弄得好 算是我自己可以工作 可以待一待的地方 这个猫啊 一只公毛在这里撒把尿 哎呀 臭得不得了 后来在外面 这个花园里又撒一把尿 哎呀 我这都很烦了 我就把这些猫赶走了 这时候我给女儿闹得很不高兴 她就说 这个为什么伤她的心啊 怎么怎么样 我说我真的是蛮可怜的 做你这个老爹 做得很辛苦 我买个房子给你们住 我自己被赶到车库里来了 连这个车库都是你的猫的 我都没地方去了 这样子也是有点委屈 有点伤心啊 但是呢 昨天有朋友跟我讲啊 其实不能让这个鸟啊 不能太心脏太好啊 要不要赶出去 所以我今天早上狠的心啊 把他们赶出去了 所以他们在外面垫干上 但是呢 群出欲动 好像是今天又来了两只 现在是有四只了 再加上这一只和平歌 是一共这五只鸟 就听到这个上面 我现在有点犯愁了 不知道怎么办啊 这个 提问话就讲到这里啊 那么我为什么的这个标题是 美国抵制东京奥运会 其实建筑的是武器呢 我们知道啊 这个北京一直在说 不要把体育政治化 但事实上呢 体育不政治化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它一定会政治化 因为啊 在这种体育匠儿们 他们比异的时候啊 比他们的这个 体育的时候 其实政治家们 也在利用这个舞台 在做自己的事情 否则你一个国家 还那么多钱 还那么多人 幽灵啊 真的就是个运动会吗 它不是 它是一个国家的国力 以及展示自己国家的这个国力 的一个窗口 同时呢 也是一个 跟国外啊 建立关系的一个平台 所以这一次啊 这个中国利用这个东京奥运会呢 会把它的5G的这个技术啊 利用到极致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5G是一直受到 美国的打压 这个华为啊 受到美国的打压 但是呢 华为在5G上的技术专利 确实又不得了 美国它还干不过它 所以没办法 那么呢 5G一直呢 就没有真正的 全面的就是 5G开来 那么这一次啊 这个 那么这一次啊 北京要利用这个东京奥运会啊 把这个5G的怎么样运用 要向全世界展示 所以这是邀请啊 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同兵人外 来的理由 来了以后到最后一看 哦 这个5G可以干这个 可以5G干那个 啊 全世界的其他的领导人啊 和有关人员 都会看到 但这一点呢 刚好是美国 不愿意让全世界看到的 所以它就要进行外交抵制 所谓外交抵制 就是官员不要去 有官员 有这个 说话权利的人 你不要去 好运动员 你去比赛就好了啊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 美国啊 虽然说 我要这个外交抵制 它又派了40多个官员 当然我不知道这些官员是干什么的 据美国说 是为了这个安全问题啊 那么安全问题中间就包括 去研究中国的5G 他们确实也很好奇啊 你们都不要去 你们都不要去 哎 我先看看 就这个意思啊 就是经常发生啊 没有没有没有 自己先看看 所以他要派一些人啊 他这些 四十几个人中间的 所谓的主任者官员 什么的 他肯定有些是间谍嘛 有些是特务嘛 特工嘛 他们却要调查 中国是怎么样 运用它这个5G系统的 当然我这么说的话 可能是比较天真啊 可能他们有更高的技术 早就知道是他们的情报部门啊 但是有些东西很难讲的 你具体运用的话 它在中国运用之前 你是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它怎么运用呢 而且它运用的这个 效果好不好 很多都是要经过测试 经过实际用才知道的 很多从理论上说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运动 它运动的货制中间 会出现很多问题啊 就像这个造汽车就是这样的嘛 对吧 你说哪一家 这个企业 哪一家汽车公司 它会希望自己造出引擎是不好的 它都是希望自己造出引擎是好的嘛 它经过这个研究 经过这个开发 经过这个认证 什么怎么样测试 它认为这个引擎是可以的 然后抓到汽车上面 结果过了三年五年 哦 好多好多问题出来了 所以它没有三五年的时间去 去测试它 去实际去运用它的话 它是不知道的 然后就发现 有这么多毛病 那么它就要把这些毛病有改变 所以你看买7的时候 总是那个第二代 第三代 它就比较好 比如说这个 丰天的Prios Prios好像是195 几几年就开始 就开始做了 但是它是最好的是2004年到2009年的版本 为什么呢 2004年到2009年的版本 是第二版 那么第一版 确实是电子 那时候出现了很多问题 它在第二版 它都全部把它修复了 所以第二版是最终稳定的 而从2010年开始第三版本呢 它就开始 加进了很多的 这个什么 先进的技术啊 先进的什么 电脑啊 什么东西啊 嘿 这些东西又会出问题 它越过很多年以后 到了第四版的时候 再去修复它这个方面的一些错误 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虽然从理论上 可能美国可以想得到 你们中国 利用5G 可以做这些事情 它可能预测得到 但是实际运用中间 它是怎么操作了 什么运作的 它们并不知道 所以它们要是亲自的 去感受 去体验 或者是去偷点东西 OK 所以呢 啊 所以呢 我的结论是 这个 所谓外交抵制 从这个 政治意义上 出外 最主要是 它的 建制 建制这个5G 不愿意让这个 全世界其他国家的 至少是 美国认为是 盟友的这些国家的 引导啊 和有望人员 跑去 觉得 哎呀 这道东西很好 然后呢 倾向中国跟中国签约 然后呢 跟中国 做这个生意 然后呢 就审害到美国的利益 OK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看看能不能再排到 这五只鸟在一起的 哦 在这一切 我看能不能再排到 没有 都不容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